1月10日,台胞往来大陆的黄金水道、厦门至金门航线正式开启春运模式。 为期40天的春运期间,夏金航线预计将有1470趟船班出入厦门五通码头,运送旅客20.5万人次。 当天,记者走进2019年落成启用的厦门五通码头后船楼,看到不少台胞提着行李,带着孩子、家人,准备乘船返台。 由于新后船楼体量是元后船楼的六倍,通关现场十分宽敞,同时增添多项新设备,全程刷脸验票,不再出现旧后船楼内出入境旅客扎堆的拥堵现象。 对此,多次往返两岸,从苏州专程赶来乘坐夏金航线船班的范志敏深有感触。 会搞不清楚到底要抓哪一个,这样的话会加速这个很快的通关。 会方便两岸旅客便捷通关,厦门边检总站同意边检站,对边检执勤现场新增的18个智能验证台,22条自助查验通道进行了技术维护。 此外,还增派民警在现场派送春联,安排通晓闽南语的工作人员,潜质引导等服务。 针对春运期间呢,这个通行旅客它的成分发生了一定的变化,携带这个大件返乡行李的旅客和老幼同行的家庭偏多,我们专门开设了何家欢的专用通道。 据预测,今年的春运客流中,台胞占比将达到7成左右,台胞返乡高峰预计出现在春节前一周。 厦门边检总站同意边检站将针对可能出现的客流高峰,加强传搬动态的分析研判,根据客流变化增派执勤警力,及时做好旅客引导,后检秩序维护等工作, 保障通关顺畅。